球协会第十二届第一次礼监事联席会议,中华棒协新上任理事长姑仲亮记者会,姑仲亮说明对棒球热爱和理念。 记者王毅松舍,记者罗志鹏台北报道,近年来中信兄弟引进大批外籍教练, 今年包括史奈德在内有七人为外交,其中六人为美籍,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继棒协新任理事长姑仲亮重申, 美国棒球是全世界最强的,台湾应该要学习,姑仲亮提到, 以前他在日本的美国学校念书,参加棒球校队,总教练是美国人, 投手教练是日本人,球员来自世界各地,打得不错,和美日教练互动,学习到很多东西, 特别是从美国教练身上学到很多长处,优点,这层留学打球的经验,深深影响注估重量, 后来经营职棒球队,决定引进外籍教练团,他说,我们要怎么改变自己? 不能老是用同一套训练方法,美国棒球还是全世界最强的, 日本每年还要向美国学习,何况是我们,尤其是运动科学化, 将来要把这经验引导到棒协,协助球队提升技术和水准, 梦想打,国际赛,冠军战,姑仲亮透露, 之前中纪兄弟二军总教练林薇助对他说,是否可以考虑引进日本教练? 因为球员学习到很多美国教练训练方法和优缺点, 若不禁日本教练更是如虎添翼,且日本教练和台湾比较接近, 棒球文化交流是很好的事情。 战望2020年东京奥运棒球项目,明年12强赛和亚锦赛, 以及接下来的东京奥运资格赛都市关键, 目前日韩国家队总教练早已确定, 接计划早已启动执行,但台湾队仍选缺已久, 叫投何时产生,外界都在看,对此, 姑仲亮说,我现在还没有规划,这事情重要, 早晚要讨论,到时候选出来的总教练一定是大家都认同的, 更重要的不是教练,而是我们要做的是帮教练做什么, 例如搜集资料,请搜,了解敌人是谁, 长期布局了解敌对,用科技帮助教练, 这是我们应该先做的,懂得运用这些科技, 战术和球员互动。